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 我們要講一下 現在中共 這個政局 可以為山羽肉來 自從5月5日 傳出 政治局開了擴大會議 習近平要被迫蟬衛之後 當然我們聽到的版本是很相似 他也是講快蟬衛 不過我就不相信用這個方式 當然有消息傳出來 究竟 這個消息是真還是假呢 現在 越來越浮上水面 習近平 就這樣看 某些程度上他真的是被架空了 我們會看到他在廣西的 吹捧習近平的小紅書 被銷毀 然後他在 在不同地方 亦都把他的畫像大幅下架 尤其是北京裏面的 國家的單位 應該是 政府部門 把他的畫像下架 拿下了他 不單止是這樣 反而 李克強 報導他的版面 大幅增加 新華社《人民日報》 在14日同時登了李克強 在幾個星期前的談話 雖然有些人說李克強偶爾會出現 其實還沒有 那些人完全 不了解中共 完全不記得 李克強 基本上他沒有留意中國 中國的消息 我們看了10年中國的新聞 根本上 李克強 在人民日報 在央視的待遇 是前所未有 是這10年來 未發生過事 所以 那些人不知道就亂說 隔幾年就看到李克強這樣 有甚麼奇怪 最終也是習近平說的事 你弄錯了 你完全沒有看過中國的新聞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不是 因為 以前 以前 就算有李克強報告的時候 也有習近平的 兩個人一起報就有 不會只是報李克強是沒有試過的 所以 現在就這樣看 真的是生魚肉來 而且不僅如此 除了李克強之外 另一個團派大將汪洋 亦都在17號人民日報頭版裏跟他一起並列 當時也是沒有習近平 反而就有李克強和汪洋的文章 習近平的上台2012年接掌政權以來 基本上 這樣被黨媒忽視 基本上是十分之少 然後 外媒 也有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大陸 這兩人 大規模的轉載李克強 在雲南大學的事實影片 李克強 全程沒有帶口罩 在場所有人也沒有帶口罩 擺到明是挑戰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現在的黨媒 這幾天大家有沒有再提醒 清零就沒有聽過了 不只是這樣 然後 群眾 還高呼 總理好總理好 李克強所到之處 全部熱烈歡迎 這件事 以往從來未發生過 所以了解中共權鬥的 一定要懂得看這些風頭火勢 我們會看到現在 習近平 是不是真的失勢了呢 他的情況 是不是好像 有人認為 中共以往試過幾次這些領導人 退居二線 例如 62年的老毛退居二線 四年之後就搞文革 出來大開殺界 之後華國鋒 在78年 已經開始被逼供 黨內當時 就有一個 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活動 最終 被一篇文章鬥到了華國鋒 到了1980年才退了所有的領導職務 只是當時退入 做國家副主席 國家副主席 到了最後年 國家副主席也沒有了 只是當一個普通的中央委員 江澤民也試過一度 被架兇 當時 鄧小平南巡 說出誰不改革誰下台 這次的習近平 究竟會是真的被鬥到 還是短暫的退居二線呢 這個 我們要跟大家詳細分析 但是習近平 最近這個政變 據說幕後最大的推手 就已經浮現了 這個人 我們之前也說過 叫做宋平 我們詳細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現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要跟大家說說 去年11月 中共就開了一次 對中共的歷史決議案 要作出一個修正 當時他的版本 據說習近平提出的版本 是領導人否決了 中共的元老 否決了 而否決的 就是宋平 他一個人 投下關鍵的票 他認為 這個不可以這樣投 不可以完全去倒向習近平 所以 去年 宋平 已經是 為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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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一枝很大的釘 去年他沒有辦法通過 這個歷史決議案 沒有辦法 指握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只能夠 僅僅這三個人其後 他只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的其中一個領導人 而沒有辦法 比肩毛澤東 當時我們 已經獨家報導了 當時只有我們報導的宋平 原因就是我們收到北京朋友的消息 他告訴我們 當時有一個 元老級的人馬 一百零幾歲 還是屬蛇的 因為他們說習近平其實很迷信 因為習近平也是屬蛇 習近平知道 壓得住他的 只有屬蛇 誰就是毛澤東 所以他一直都以毛澤東為榜樣 打算學毛澤東 他小毛澤東60年 毛澤東是1893年出生 他1953年出生 剛剛60年一個甲子 也是同一個 也是同一個天干地支 我們再看看 現在的 這個 這次壓制的 也是宋平 不過這是1917年 大他當然是沒有60歲 大他 36歲 這個 宋平大他三輪 是1917年出生的 說完這個迷信之後 當然我們也有特意去檢查 因為 當時他跟我說有一個超過100歲的領導人 都是屬蛇的 我當時就想過 過百歲的好像只有一個宋平 他就說 你怎麼知道 當時 我就 研究 然後也去 明查暗訪 當然他也有索過這個資料 據說就是宋平 他 當時的 退休的元老 對於這份 當時的歷史決議案 都可以說 懸而不決 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 而且雙方 都沒有辦法 取得一個最大的平衡 結果宋平 一票 投了下來 一除停陰 正式否決了習近平 歷史決議案 他也沒有辦法 完全 掌權 當時其實我們已經感覺到宋平 是不妥的 跟大家說說 簡單說說宋平 他在1917年出生 他本身很早加入共產黨 1936年已經參加革命了 1937年就加入共產黨了 中共 是 現存 最年紀最大 那個 黨員 資歷最老 1937年入黨 還比起 解放前 解放前 到現在還沒有死的 我想也沒有了 已經死了 今年 105歲 而且 去年他還可以 坐著輪椅出席中共 100周年 他是 最老的 為甚麼宋平的地位那麼重要呢 其實他之前就做過中共的組織部長 也是國務委員 是 趙紫陽年代內閣的其中一個 部長 他其實早在 國共合作年間 即是38至47年 當時他已經是中央書記處的五大 書記之一 周恩來的政治秘書 所以 一直以來他也算是老革命 他 也在 1977年 至1981年 主政了甘肅 當時 看好一個人 當時就是甘肅省的 省委的副主任 胡錦濤 他可以說是 胡錦濤的白樂 是他 把胡錦濤推薦給鄧小平 他在六四之後 89年6月24日 就跟江澤民 李瑞環一起 被選為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入了常委 當時 大家知道 趙紫陽 胡錦濤被踢了出局 他 加上李瑞環 江澤民入局 當了常委 當時 還有喬石 李鵬 姚依林等等 我們看看他 原來胡錦濤 是他大出身的 即是說 現在他一直推薦的人 都是屬意 推翻團派的人 胡錦濤派系的人 即是說 他是真真正正 團派大哥 最大的一個 比起胡錦濤更加大 當然他的資歷還比江澤民更加大 因為當時 他以72歲的高齡 入了列席政治局常委 大家想想 當時七十多歲 當時喬石 為甚麼被江澤民搞低呢 就是江澤民 想出來 其實不是江澤民 是曾慶紅幫他量度的 七上八下 67歲就繼續做常委 68歲就要退休 當時 就是 故意為喬石度身訂造 就把喬石踢了下台 現在喬石也死了 8964之後的政治局常委 江澤民 李鵬 喬石 姚依林 李瑞環等等 加上宋平 只剩下宋平和江澤民 其他全部都死了 而且 他比江澤民更老 江澤民也是90多歲 所以 我們會看到原來有一個這樣的人物 一隨定陰 真真正正在一隨定陰 當然 外面的一個說法 我聽到米在政圈的朋友說 宋平一直以來 都是相對到很明的 他很支持 他很支持團派的改革 不要有了老人政治 當然他也是老人政治 老人乾淨 但是他一直都希望 這個大陸 可以走回一些 比較開放 比較改革的 一直都是支持 改革開放 不想 就一些極端的人 控制這個國家 所以去年他就出手 搞一個串連 當然是其他的政治老人 推他出來 因為最老是他 最老資格是他 現在 他其實就是這次政變的大棋手 我們聽回來 也覺得很合理 因為去年我們真的收到消息 大家看回我們11月的節目 去年11月的節目 就有說宋平 就是說他一錘定音 把這個 否決了 習近平 宋平否決習近平 可以說 這條蛇老蛇 就是習近平這條小蛇 這條小蛇 的黑星 大家都是蛇 他帶你三輪 三十六年 而且資歷 比你老那麼多 1937年 你老爸出生而已 你還沒出生嘛 你五幾年出生 為人家搞革命 跟周恩來做秘書的時候 你還沒出生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這次時間 我們會陸陸續續 跟大家跟進 現在中南海最新的局勢 拜拜